今晚的主題是醫心 醫心不是說醫生的心 大家不要誤解 最難講的就是醫心 講之前 因為心無相 你不要暫停過病情 因為講這些心法比較深 在我們的古代經典叫萬法為心 世界任何的山河大地都是為心所言 你經常說什麼心術不正 為什麼不正呢 不正之後你怎麼治你的心呢 在佛學呢 整個佛學都是講心的 最重點就是很多世俗人都知道 有文名的就是講《寶琴寶經》 《寶琴寶經》是講心 今晚講了一個故事 就是講心的故事 接著有些新的開始 然後對最下來講的問題 希望大家可以有啟發性 重點在有些學問 我們有些問題不可以明示的 就算我寫文字出來 我都不會明示的 留白給朋友自己想 如果樣樣寫得很清楚 你那個誤門就死了 所以古代的禅宗大師 那些禅師 那麼多機遇 就是要你想的 如果你把那個機遇 開了一個謎底 千多個禅門方案 你全部都知道 你就永遠都不會醒的 這是一個很深奧的學問 我們講故事 你不要回答 暫時 在唐朝 有個禅師 研究《金剛經》 研究了四五十年 就駐了一部青龍疏叉 他成功了 駐了這本演繹《金剛經》的心法 後來在唐朝的時間 有一年皇帝出王榜 希望招聘國師 因為你做到國師就很厲害 就是差不多在你那個門派裡 就很有江湖地位 也是自己的成就 有人證明了你 當然 那他擔著他那套青龍疏叉 很大很大堆 就是十幾二十冊 就抬著上路去京城 那和尚就沒有錢的 那麼去到 那麼想法園 那有一天呢 走到半路中途呢 又口渴又肚餓 走到那些市集 張禁的那些市集 露邊 有個婆婆就在那賣點心 又有些茶水供應 那他就過去和我婆婆說 我不是很夠錢的 我不是很夠錢的 我不是可以你便宜一點 養一個點心給我吃 他說你出街人 不需要用錢的 我應該布施給你吃的 我請你吃 那你台主公那麼重 你那些什麼來的 他說 你不懂的 這些很深奧的東西來的 婆婆 你講來聽聽吧 這個是我用了四五十年研究的 金剛經心法 青龍疏叉 我現在拿去上京 就要來考國師用的 是我的著作來的 哦 金剛經我聽過 我婆婆就跟這個大師說 我金剛經我都聽過 但是這樣很簡單 我這些點心呢 一你出街人 我不會收錢 是不賣給你的 但是既然你說 你袁教江金剛經幾十年 你答到一個問題 我只請你吃 他說你問吧 任你問吧 金剛經的東西 那我婆婆就問他 金剛經裡面有說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你用什麼心來吃我這個點心呢 那這個蟬師當然站在那裡 呆了 臉如死灰 立刻 個人因為幾十年的功力 突然間一句就散了 當時他喊著之後就暈了 暈了到他醒了之後呢 那個婆婆不見了 但附近的景物都好像不同 原來搞幾十年 都一事無成 然後就回到那個廟裡 將到聲龍疏叉 全部燒掉 這個就是我們 在那個佛門那個很文名的公案 你搞幾十年 你找個什麼心來吃我那個點心 這樣就收了去